在黄子娇卷入之后 其实重点 现在好像已经跟她的性骚 好像拉得比较远 主要是她毁灭式的爆料 情绪大暴走 目前听说她已经出院了 当然没有生命危险 一切都还好 太太一路呵护 当然就牵涉到几位 流弹四射不得了 包括大小S等等 说吸毒 当然大小S有发表声明 法院已经判决 然后我们看到 聚军燕在2009年提告南韩媒体 也保留法律追溯权 同时我们看到她还讲到谁 当然讲到姓陶的 讲自己的过往情史 姓陶的 当年交往爱理不理 陶晋的经纪人说 希望你能够好好度过 然后讲说有个姓贾的 当年在追他 就像姓贾的大家算是谁 贾永杰说不是我 贾静雯说不是我 然后又爆料胡瓜 又爆料吴忠宪 真的就是这个流弹四射 亮哥你怎么看 这个整个姓骚案 从民进党开始炸 那现在可以说是炸到 整个台湾 今天又有梁哲很可怕的 对啊好可怕 节目开播前 已经爆到戏曲界跟音乐界 有一位小提琴大师 现在大家还不知道他是谁 姓林 对我有看到 然后刚刚又爆出一个财经界的名嘴 我刚刚偷偷寄给你 真的啊 我刚刚来看一下 你帮我主持一下 你就不要隐藏了吧 失常失货 对不起 保证在座三位都没有 真的吗 这句话也录下来 没有 你确定你没有吗 没有 一定没有 20年前没有吗 没有 30年前也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一辈子只爱老婆一人 哇 也录下来 这个是忠贞宣言 你怎么看 这个性骚案从这个 这个事实上me too 只要一爆 对 很容易散开 可是现在这个黄子娇变成YouTube 你知道当时不是me too 黄子娇这个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说实在 我觉得他精神状态不太好 因为很少人会把一些不相干的人 全部都给你 好像我们大家同归于尽吧 就是同归于尽 讲的话很奇怪 说为什么我被抓到 你们没被抓到 这是什么逻辑 对不对 这个通常你要针对加害人 要有加害的逻辑 或者说某人做人很差 然后他也有类似的事 可是他 他中间有一些地图炮真的乱射 真的有射到一些 我觉得很倒霉的人这样 不过不管怎样 就是这个因为台湾很小 这个me too这个运动 在柯林顿阵内炸开 在美国大概搞了两三年 搞了两三年 全世界遍地开花 对 我实际上也是看了台湾这么多女生 因为它是一个氛围 你本来不敢讲 怕 那现在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勇敢的姐妹们 所以你就相对愿意把你的心理的阴影把它说出来 我是没有 我是很难想象说藏在心理的阴影 藏十年以上 那还记忆犹新 但是目前被爆出来的也有些男性认为自己是被构陷的 也有 对不对 因为时间都还 对 可是他的制度的设计 是以受害人的主观感受 性贫小组 他主要是这样彩性 跟家暴一样 家暴事实上都会以受害者 他的描述为准 那当然有少数例外可能是冤案 可是真的不是多数 因为每一种运动都有他的逻辑 坦白说 对一个女生来讲 他隔了好几年 然后讲出心理的阴影 他也要承受很多压力 所以他不惜一切要讲出来 一定有他的真实的部分 我是认为 也许没有讲得非常准确 可是我认为 不可能完全购陷 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稍后继续来谈 当然这个民调 大家还是关注一下 这个侯友宜的民调 来最新的民调我们调出来 当然距离这个选举 还有大概七个月左右 那当然这个民调 还是在变动当中 来导播民调给一下 但当然了 变动当中的民调 也是有意义的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 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 那深色的部分都是六月 浅色的部分是五月的 这个赖清德的 我们看到从35.8 到36.5 是往上 那侯友宜往下掉的很惊人 27.6 掉到了20.4 柯文哲也是往上 25.1 掉到29.1 来 我们把曲线图掉出来 给大家看 你就看得很清楚 侯友宜 在去年12月 如果三个人来选的话 他得一免爱 38.7% 但是到了现在 到了现在六月 他是多少呢 20.4 快腰斩 等于是腰斩 那你看到这个赖清德 民进党赖清德 起步的时候 跟侯友宜有一大段差距 29.0 但呢 他是撑住 撑住之后呢 环步向上 现在到了36.5 然后柯文哲的 长得幅度最惊人 刚开始起跑的时候 只有17.8 但是后面这个曲线 一路往上扬 29.1 所以可以这样讲 目前在各份民调当中呢 这个侯友宜现在 好像都是稳坐老三的概念 当然啦 侯友宜团队也是人才积极 国民党也是人才积极 但是当然 这个好像反应是有点慢 不过时间是不是还来得及呢 那大家 之前郑大那个影片 大家都看过嘛 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希望在台大能够翻身 但这真的是一场硬仗 昨天 这个七点半开始 我下了节目之后 赶快全程关注 那台大校园的这个活动当中 他确实是比较有精神 讲的论述也比较清楚一点 虽然还是有点绕 那这八个字 大家是觉得蛮有感觉的 2024台湾的关键 年轻人很重要 因为他的年轻选票 真的是不太优 让年轻人 投入职场 远离战场 这八个字 有打众 有感觉 就是要有金句 对不对 要有金句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金句 因为过去真的 过去他讲完 那个小编都快崩溃了 找不到这个标题可以下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 对不对 那四个坚持他敢讲 中华民国宪法的坚持 这个很好 对不对 民进党敢不敢讲 民主自由的坚持 人民福祉的坚持 两岸和平稳定的坚持 很重要 中华民国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要产生台湾共识 用成功的经验往前推 当然大学生的问题 都很尖锐 这一题很有意思 今天各媒体 都把这个当作标题来登 如果民调还是很低 会不会婉拒国民党的征召呢 设定目标 永不放弃 坚持到最后 打死不退 这四个字 那相较于这个 克文哲的优势呢 他告诉大家怎样 这个比赛刚开始 事事如期 乾坤莫测 然后就像灌篮高手 有没有安息教练说的 比赛没有结束 放弃了就结束 这个不错 因为年轻人会有感觉 对不对 篮球啊 讲到这个年轻人就比较有感觉 那会不会恢复特征组 查民进党执政八年的弊案呢 他说我上任就会做 不但要做 而且一定要比特征组 还做得更加彻底 一个都不放过 一个个都要好好的侦办 你看看他这样讲 我们落碗报 发这个框是不是很好发 对不对 之前发发得很痛苦啊 找不出到底重点是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确实就很清楚啊 对不对 讲国家的定位的部分 讲他个人的生涯规划的部分 讲怎么看对手的部分 一个这一个 而且京剧也很清楚嘛 当然在刚刚在播变里面 接访的时候 我们有谈到这一个 我也顺便 让介大使一起来谈一下 你看哦 这个之前的这个海峡论坛 刚结束嘛 那夏立言有带队去 夏立言不是在现场就有表达 这个帮台湾的农育民讲话 对不对啊 当这个之前陆委会也好 赖清德也好啊 都是一副唱衰 你去了就会被统战 这已经办了15年啊 我们台湾有被卖掉吗 这个人的声音是在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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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